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這樣子嘛 有點熱 才剛登記結婚的安苡萱 將在六月舉辦婚禮 今天在台北出席活動 當然要被追問各種甜蜜細節 這又害羞又幸福的模樣 整得好sweet 手上還多了一顆好閃的 對 孫文姐 對 孫文姐 拿起來秀一下 好害羞 他就是 因為他是自己用摺的 所以是一定要摺蓋子 所以就會呈現一個這樣的 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 婚禁最有意義的應該就是獨一無二 以及是他自己去弄的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開心 一個這樣的婚禁 哇 求婚竟然是走這麼樸實的路線 不過成為人氣後 心情有什麼轉變嗎 因為一直都在忙 其實也都飛來飛去很多事情 我覺得還沒有到真的穿上百紗 他就是走那一轉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那種感覺 只有當天登記的時候 是真的有緊張到不行 大家也都很好奇 伴娘團會有哪些人呢 先不要嘛 你留點驚喜給大家 姐妹團 其實都有了 對 姐妹們還蠻開心 這個驚喜 也包含生寶寶的計畫嗎 這個就是 嗯 就是 順其自然 目前沒有特別去計畫 但是暫時沒有想說一定要這麼快 因為我覺得還有六月要好多事情要忙 寶寶有想說要生男生女嗎 你走太遠了 小姐 下次再見面就要問這題囉 報導